今年度一連三天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原住民組考試 已經在十月二十四日結束 今年首度加考英文 三等與四等考試中 英文成績佔總分的百分之三十 五等佔百分之二十 不過加考英文考科 卻引來許多原住民級的考生反彈 考試院特別在十一月初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國家考試納入英文的議題 召開研討會 討論內容包括考生考前英文能力應如何認定 認證機構或相關考試如何採認等等議題 參與會議的學者認為社會漸漸邁向國際化 在國內使用英文成為必然的趨勢 只是公務人員考試到底要怎麼考 哪一個領域的公務人員才需要考 學者認為是規劃國家考試的政府機關必須仔細考量的 未來國家考試 如果包括英文考試 如果在所謂的考試改革的話 可能要從職位工作的範圍去發分說 他這個職位到底會不會使用英文 他英文的比重到什麼地方 所以應該用這個職位的概念去對英文加考 來做一個主要重要的衡量 另外學者也提出不應只加考英文考科 對國家來說招募原住民級的公務人員到原住民族地區服務 在原住民族特考中 的確可以加入足以考科來增加考試成績 職位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那可能有要用多一點英文 有的可能要多一點原住民的語言 那是不是可以用雙軌制 比如說你在語言那一科裡面 除了我們的現在的通用的所謂的國語 大家都會之外 是不是可以加一個所謂的第二種語言 原民特考加考英文考科 考生普遍認為是增加考試壓力 未來還不見得用得到 未來在職場上是否真的有幫助 可能還需要時間來證明 接著咱們這邊大家有台北市採訪報導